范冰冰低调付出,还做起了卖面膜的生意?明星带货容易卖货如何? 近日,某品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久等了,这是关于范冰冰的Secret的文章,正式宣布属于范冰冰的第一款面膜面试。 不会带货的明星不是好明星。不知从何时开始,明星们都开始化身美妆博主、时尚博主,在网上推荐自己的护肤穿衣心得。 粉丝们也心甘情愿被种草,不管是眼霜、面膜还是口红,粉底立马就会脱销。 明星们既能表现自己接地气,也能拉动商品销量。 某某同款一词,有时比任何广告语都惯用。 面对这样的商机,很多明星也不会放过纷纷推出自己的产品。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面膜。 刘嘉玲、张力,就连郭德纲、郑爽的爸爸都卖过面膜。 最近,又一位明星入了卖面膜坑,她就是范冰冰。 近日,某品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久等了,这是关于范冰冰的Sacred的文章,正式宣布属于范冰冰的第一款面膜面试。 文中称,范冰冰邀请了全球面膜研发团队一起钻研,她曾在体验期内每天至少复掉10片面膜,最终从200多片测试品中挑选出这款面膜。 海报中还显示范冰冰冰为品牌创始人。那么,这款面膜跟范冰冰到底有什么关系? 小心查看了该公众号的账号主体,显示为纵横新购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来自企查查的数据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为133.33万元人民币。 它的经营范围很广,其中包括销售文化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 而该公司的股东分别为新购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五美丽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51%和49%。 其查查网站截图。 其中,北京五美丽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籍魏范冰冰,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为3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创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企业策划。 范冰冰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她的持股比例为98%。 因此,她也是纵横新购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最大受益人。 另外一位受益人则是刘世如,她还是涨上纵横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家公司曾和范冰冰合作,推出一款明星定制游戏,范冰冰模范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该品牌并不是最近才开始更新,早在2018年3月,她就推出了第一款产品,涉品美容仪。 在其关联的官方旗舰店中,美容仪的价格从2399到4298不等,但在两家电商平台的最高销量都不过百。 目前,范冰冰冰的这款面膜还未上线,其首发第一站在香港。 明星带货容易,但自己卖货简单吗?其实不然。 刘嘉玲曾在2014年创办护腹品牌,但经营三个月就被罢出亏损200多万。 据其查查数据显示,北京嘉玲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曾在2016年进行过董事变更,刘嘉玲随后退出该公司。 也是在2014年,郭德纲也宣布进军面膜界,其面膜品牌还曾邀请马伊利担任代言人。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该面膜仍在销售,一盒为299元,而销量也不过百,页面上还标着招待力和会员。 张婷林瑞阳夫妇曾成立上海的二位贸易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就是化妆品销售,也创由保养品牌。 此前,曾因公司纳税打21亿元引发关注。 演员陶红还是该公司的董事,而公司总经理最终受艺人为林瑞阳、林吉荣。 尽管赚得盆满钵满,但其产品质量却备受争议。 该品牌主打活叫舞,但曾有消费者称用过该产品面膜后惨遭毁容。 由此看来,化妆品生意并没那么好做。 虽然明星有天然的关注度,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在销量上。 大多数消费者购买化妆品还是相对理性,要看它是不是三无产品,价格合不合理,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除了明星同款还有什么优点。 要创办一个成熟的化妆品品牌,并不是光靠人气就行。 明星座副业需谨慎,毕竟没有几个人愿意拿自己的脸来开玩笑。